42岁的金莎又因为恋情上热搜了 这一次是他带着小19岁的男友孙承潇 上恋宗爱的休学旅行 全程甜蜜撒狗粮 比如自爆男友为了追他变着花样 做了一百多道菜 带着骄傲的笑容夸男友 好男人是不在市场上流通的 金莎脸上的幸福是真的 外人围观下来却忍不住为他担心 尤其在和男友一起做了 关于对婚姻准备的心理测试后 他疑惑问出一句 我们合适婚姻吗 心理专家委婉 众肯却有一针见血的指出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你似乎对你的婚姻不那么有信心 围观了一圈这对情侣的相处后 网友更是炸开了锅 求求姐别恋爱脑了 这男的明显不爱你啊 姐姐玩玩就好了 奔着结婚去只会受伤害 这弟弟真的一天班都不想上啊 毕业直接棒富婆 甚至有人预言一波 综艺一结束 这俩就会分手吧 金沙这段姐弟恋 为什么如此不招人待见啊 先来简单介绍下不太知名的孙承潇 23岁 今年6月才从上席毕业 属于个子高高的阳光大南海 蛮符合金沙的择偶观 两人站一起 外形身高 说一句般配没问题 此前金沙再上 也秀过不少恩爱日常 网友还大赞 他是内娱肖亚轩 和小奶狗恋爱不要太快乐 结果这次上节目 这对情侣完全打破大家的浪漫幻想了 被踩时 孙承潇面对镜头 唯唯诺诺局促不安 金沙便一边拉着他的手 一边排着被安抚 别害怕 老师们都特好 你跟他们打声招呼 满屏的弹幕都感到窒息了 救命 怎么好像妈妈领着孩子上幼儿园 这种母子即使感 几乎贯穿两人的相处日常 饭桌上供餐 金沙会习惯性给孙承潇地纸巾 提醒他擦嘴 看着对面的朱丹 忍不住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专家提醒 感觉孙承潇似乎需要你一些帮助 才能进入到成人的世界 前台词 这弟弟不够成熟 看着不靠谱 金沙立刻互载是反驳 他平常不这样的 这次是因为来到陌生环境 拜了波了 哦 姐 确定她是23岁不是3岁吧 如果只是情侣相处模式 奇怪到还好 两人相爱且自得其乐 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真正让这段感情 受到外界质疑的是 他们看似不平等的关系 他好爱 他不爱 金沙曾说过 希望另一半能和他眼神交流 节目中 他时不时看向孙承潇 眼里的爱意都快溢出屏幕 反之孙承潇 身体离得远远的 眼神又躲闪 全程没有指示过金沙一眼 话里话外 也在反复强调两人的年龄差 这是我女朋友43岁 他成名那一年 是我出生那一年 整个对话 看不出丝毫对女方的尊重 在金沙表达对婚姻的渴望时 孙承潇坐在旁边 任思绪神游太空 听到女方丢到他适合当丈夫时 他又下意识苦笑 表示自己对婚姻 只在视频里见过 就差没把恋爱可以 结婚就算了吧 说出口 偶尔回过神来 他也会对着镜头表白 我想证明我是爱他的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就是耍流氓 金沙停的更爱了 外人却只觉得 他是在给姐姐画大饼 网友纷纷调侃他眼睛不行 想立天真懵懂的纯情少年人设 却忘记掩爱他的眼神 金沙男友装天真 甚至喜提热搜第一 你说孙承潇真傻吧 只热搜一上 他立马就出来回应了 靠表达爱意 又刷一波热度 但这爱意有几分真假 实在不好说 毕竟尽头之外 他和金沙约会 戴的却是初恋送的项链 堪称恋爱关系的致命一击 这头金沙满心欢喜 想和弟弟踏入婚姻殿堂 那头孙承潇尊重与爱 一个都不沾 种种细节都看得网友们格外忧心 金沙这段姐弟恋 怕是很难如他所愿走到最后啊 金沙和孙承潇的恋情 遭到非议的同时 也引发全网对姐弟恋的激情讨论 同样谈小鲜肉 大家从不担心张与其会受伤 她习惯把感情的主动权 掌控在自己手中 也清楚意识到 男人一辈子都长不大 别妄想改变他们 所以张姐不强求婚姻 对感情来去随远 只享受当下恋爱的快乐 但金沙不同 她渴望婚姻 把爱情的美好期望 寄托在弟弟身上 偏偏这弟弟 无论自身实力 还是心理认知能力 都接不住她的满心期待 纵然有爱又如何 女方觉得自己是奔着结婚去的 男方却想先玩玩吧 这样的思想差距 往往会导致姐弟恋 无法修成正果 看亲子继凌晨 就是前车之鉴 两人爱的正农石 也耐不住看亲子 在节目上平平失落 我只要九块九的结婚证而已 不是车房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继凌晨的意思却是 等我赚到大钱后再结婚 等我给你更好的未来 最终等到看亲子留下一句 我的青春为了狗 爱情从来无关年龄 女强男弱 也不是借口 姐弟恋虽然存在年龄 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 各方面的差距 但重要的是 双方在相爱的基础上 对未来的规划 能达成共识 姐姐会赚钱 心理又强大 就更加要求弟弟 面对生活 未来 各方关系都能表现出 责任与担当 这也是姐弟恋 走向美满婚姻的关键 看看伊能静 秦浩就知道了 在秦浩表明心意后 伊能静先泼他一头冷水 你可能还没搞清楚 我比你大十岁 林依还带着一个孩子 你是不会娶我的 可秦浩认定了 就绝不放手 一条短信发过去 你明天过来 我跟你聊聊结婚的事 他的坚定 给了伊能静 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都说伊能静爱做 秦浩却get到了 他背后的不安全感 所以即使直男不懂浪漫 他还是会在柏林电影节上 主动牵起他的手 向全世界宣告爱意 让伊能静对两人的未来 充满信心 还有贾静文修杰凯 也经历过不被看好的时刻 年龄名气都有差距 两人相识之时 贾静文刚经历了离婚官司 舆论缠身 无喜可怕 还是大龄单亲妈妈 修杰凯出现了 温柔体贴 懂得照顾人 贾静文没有一头沉溺进去 反而后退一步 让对方考虑清楚 修杰凯意识到他的顾虑 先是和他促细成谈 然后用日复一日的行动 证明自己不仅爱他 也配得上他 现在大家也看到了 贾静文被宠成小公主 偶尔帮忙做个家务 都被修杰凯心疼半天 类似的情况 也发生在相差九岁的 陈子涵和戴向宇身上 两人在一起后 戴向宇粉丝跑去攻击陈子涵 吐槽他年龄大 配不上男方 这让介意年龄问题的陈子涵 对这段感情更没信心 频频提出不合适 戴向宇没有多说什么 很快请来双方的亲朋好友 在一片祝福声下向他求婚 知道女方有个公主梦 还特意挑选到古堡中举行婚礼 很多姐弟恋中途夭折 不是彼此没有爱 跟无关年龄收入 说到底还是观念无法达成一致 又或者用了情却不够用心 我对未来抱有美好幻想 你却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 久而久之 当一方在感情中失去了安全感与信任 爱也就随之消失了 再者 一段感情能开花结果 从来不能靠一个人付出 另一个坐享气称 成熟的姐弟恋 就像陈子涵说的 激情过后 真正打动人的 是另一半身上的责任心 他如果在乎你的感受 也愿意把你的每一句话 都放在心上 付诸行动 那么横垢在你们之间 再大的问题 也能慢慢解决 找到出路 很抱歉 至少目前我们在金沙小男友身上 看不到这点担当 年龄太小 阅历浅是一个问题 却又不全然是他们之间的问题 与那些极度清醒 谨慎接受姐弟恋的姐姐们不同 42岁的金沙 还活在自己幻想的爱情中 如今 他只看到弟弟身上的帅气温柔 无限放大他的优点 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 对另一半的希望 当以后的相处 慢慢落到俗处 他会发现 一切并不能如他所愿 谈小19岁的男友 追求浪漫爱情 当然没问题 但我们更希望 他也能认清一些现实问题 奶狗弟弟会说甜言蜜语 会做一百多道菜 抓住他的胃 却未必能给他想要的 婚姻与未来 人人都渴望陪伴 但没有真爱不会死 所以也别对恋爱期望太大 共勉之